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是两舌 挑拨是非 引发别人争动 所有这些都统称为口业 当今这个时代人们的贪欲急剧膨胀 为了获取一点名利 造作口业的现象比比皆是 企业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地吹嘘夸大产品功能 很普通的一种食品却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 被吹嘘成延年益寿包治百病开发智力的灵药 本来令人伤身乱性的酒 在广告画面上却被演绎成友谊健康清静高雅 充满文化底蕴的形象 某些记者在收受贿赂之后写出不服事实的有偿新闻 为人树碑立传 很多骗子由此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名流成功人士 在借这个吹响了的名声大肆行骗 所谓的纪实文学 电影 电视剧 完全不顾历史事实 颠倒黑白任意篡改 实在忽悠不下去就玩起穿越 学术界本来以探求真理 严谨求实而自居 但是今天弄虚作假的现象也是触目惊心 为了评上支撑 为了使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随意编造实验数据 甚至在收受不法商人或单位的钱财之后 为着良心开出虚假的鉴定报告 遗害众生 在职业场上 为了求职升职 花钱买假文凭 假学历 编造虚假的工作简历 技术特长 某些娱乐节目中 主持人极尽口舌之能事 一张嘴就是妄语其语 不堪入耳的下流话 人们却听得津津有味 神魂颠倒 把他们奉猎向来效仿崇拜 种种口业成了家常便饭 已经到了大家不以为恶 不以为耻的地步 这都是我们不明因果才会肆意妄为 大致度论上讲 造了妄语等口业 会得到十种罪报 包括一 口臭 二 保佑我们的善神远离 三 讲了真话别人也不信 四 上一事情的时候被排除在外 五 经常被人诽谤 名声很臭 六 不受重视 有什么好建议别人也不听 七 成天烦心事不断 忧愁很多等等 我们没学佛就会以为 这些是自己运气不好 甚至怨天尤人满肚子牢骚 谁知道都是我们自己造作口业 现在感受的果报而已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 妄语是迫不得已的事 我不说别人会说 到时候工作业绩完不成 砸了饭碗 可是自己的事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大家没有搞明白 这个钱是什么东西呢 事业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过去积累福报 在这一世的表现 过去是如果没有福报 这一世再努力 恐怕没有太大用 我们持剑 这样陆陆续续的积累福报 自己的事业上渐渐就能表现出来了 就像清华大学的校训 自强不息 后德再悟 我们现在人呢 都有报复 都在自强不息 我们如果没有后德 那么我们的事业如何才能成功呢 自强不息 福不够 我们怎么努力都不够 一定要有后德 有了后德 很容易 很轻松 就能实现报复 相反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 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 不惜去违背英国 违背武界实善 导致的结果 只能使自己越来越烦恼 破事越来越多 我们千方百计 想把人家的据为己有 结果 还是命中有的有 命中没的 偷也偷不到 本来命中有的 用偷的形式取得 反而会造下深重的罪业 罪业出来了 原有的福报 也会被障碍 打比方说 本来我们能挣两万块 因为造了恶业 可能反而要打个折 只剩八千了 而且将来还要为造的这个恶业 承受相应的恶报 大家说 这样冤枉不冤枉啊 当然 俗话说 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 过去的习气力量是很大的 工作生活的环境也很复杂 我们如何能避免口业 不讲妄语呢 这个就要关照 平时我们就要用五戒十善这个标准 关照自己的念头 关照自己的深口意 都要符合五戒十善 养成习惯 逐渐来做 闷闷来做到 做到了以后 控制住 我们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自自然然 我们就不会说妄语了 这个要自己管自己 同时 对于我们之前 因为不明白因果 造下种种口业导致的恶果 通过修行是可以改变的 通过诵经 拜颤 念佛这些方法 用佛力加持 改变我们的内在 改变我们这些过去的恶业 逐渐地消除 慢慢就可以改变了 但是改变过程中 我们要遵守五戒十善 守好口业 我们一边严守不犯 一边坚持功课 借助佛力 迅速消除就业 一切都可以改变 生活事业 也一定会心想事成 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